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不是她 这是啥骂 这不是骂 这不是骂 那你本有这么剧烈 既不夸你又不骂你 不要说嘛 我喉咙好了一点 你好帅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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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夸她 而且对着人多的地方夸 不要说就蛮好吧 对啊 你不要说 大家都有眼都知道嘛 我好 大家都知道嘛 我是诚实的 你不要当那么多人的面 你也说这种真实的话 你觉得自己真的不好 如果你觉得自己长得很差点 那你什么时候学第一滴 你还在思空玩不玩 说第一滴这些果味上的东西呢 他就像真的佛法华经里面说的 就像大雨铺降啊 就是举个例子 就像雨不断地下下来 底下小草啊 小树啊 各种各样的豆 各种在底下被水浇 有的甚至觉得你这些话 犯了成在 有的怕水吗 比如蚂蚁 你讲多了 我搞不清哪个是重点 我到底该怎么修 有的小树小 我哭死了老师 我哭死了 我现在就很苦 我继续要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你讲这些说 做博很快乐 有什么意义呢 我好苦啊 阿佛说 我就这样说 你就这样这样 佛性就这样成长 知道吧 每个中树以它自己的本来的样子成道 小草以小草的样子成道 它不需要变成一个佛的样子成道 小树以小树的样子成道 它不需要变成一个佛的样子成道 牡丹以牡丹的样子成道 菊花以菊花的样子成道 只要我不停地浇水 它就会长大 佛性 法性会露出 就是这样 这就是佛在法花井里面那一瓶 叫什么 药草玉啊 我没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你坐在这儿 你是带着问题过来 你的心里有个痛 痛点 我失恋了 我没有工作 我离婚了 我的孩子不结婚 我的什么 我老婆骂我 我心里好痛啊 反正我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不开心 我心里好像有个痛啊 我的心度好像丢了 我没解决了你所有的问题 我坐在这儿好像自得其乐的在谈 诶 成道好开心啊 成道好漂亮 我没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底下草还是草 树还是树 我没有把草变成佛 也没有把树变成佛 我没有把小狗变成佛 没有把小猫变成佛 没有把小兔子变成佛 没有把小兔子变成佛 你会成长 因为有其他东西进入了 跟你的痛一样一起在生长 因为有佛学的正直界进入 跟你的痛苦一起在成长 你的痛仍然在那里 但是有一个东西在成长 知道吧 我在说有些东西 不管是我的还是佛说的 还是经典里面讲的 还是我自己修正的经验 我只是说 这个东西一旦在你的意识层面 听进去了 你虽然你痛还在那 有一天它就会摧毁它 你会在这个里面成长 那个小树小草小兔小猫 它会在法语浦将里面成长 它不是在雾美里成长 难道我一定要说 你那个痛的症结在哪里吗 然后那就是雾美在成长 我拿着病态的说你吗 我导引你这个 我说你这个痛怎么样怎么样 就可以走出来吗 那是心灵导引 那是我们很多的课程里面说的东西 很多心灵导师都做这个事 我培训一个心灵课程 你可以解决婚姻的问题 可以去解决你个婆媳的问题 解决你孩子的问题 教育问题 但是那样没有什么不好 你解决了这个问题 下个问题又开始 你明天又有一个问题产生了 你今天这个十点 你这个猎人放下来 下次结婚 你又有另一个猎人出现了 我只是让你成长 我没有教你 我没有告诉你那个 因为你那个问题 本来毕竟空是你在那乱想 这叫第一地 那我不断地讲 我只是让你那个痛苦 跟什么东西放在一起 就像化学法一样 与佛的政治界放在一起 你这个痛苦慢慢就会变小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你就不痛了 如果没有佛的政治界 你这个东西一直是个病 那我怎么摧毁你这个痛 本来你这个痛就是个妄想产生的 我是不是用另一个妄想来放在你这 那么你用这个大的妄想 是不是能够慢慢影响这个小的呢 当你小的不在的时候 你会在乎他吗 有一天不在乎那个你爱的人的时候 那是真放下了 是吧 不以任何方式 说你一情别恋 你再找一个 或者是什么 你都没放下 你遗忘不代表放下 你在下一个恋人那出现同样的错误 有一天那个人坐在你面前 你很平等跟众生一起平等的跟他聊天 很开心 那叫真放下 而这样子去怪也是可以的 也是个方法 也会不断的去解决一些问题 虽然你现在没有帮到你解决你肚子疼的问题 但是先去 我告诉你一切是你的梦想 是你的幻觉导致的时候 有一天你会这样想的 当你出现问题症结的时候 你会说 佛说这是个梦怪袍 为什么我牵引这么重要 是不是我这一刻 停下我的分别 我如如不得爱住者 会解轻一点呢 是不是我孽君阿弥陀佛 求向佛菩萨 既然佛菩萨无处不在 与我同在 会不会解决一点呢 既然佛菩萨与我同在 如果没有破了分别 那我是不是佛菩萨呢 既然不是无相吗 那一定要是你求菩萨吗 那你就是菩萨吗 你就是佛菩萨吗 佛菩萨是你的心 你还不是佛菩萨 那如果你是佛菩萨 你怎么会晃动呢 你怎么会这么痛呢 你还不是佛起了这个分别 然后如果我野根着笑了 我很喜欢他这个漂亮的荣叶 那我野根佛菩萨说 这叫着色相嘛 那从野根上就不懂 约通啊 修啊 耳根着笑 修耳根啊 法门是人憋出来的 但一定要了之第一 你的法门才能靠打 所有的方法都是你憋出来 都是人力憋出来的 不管怎么所有的 包括太极 包括什么权术 包括内观外观 包括怎么样去止观 包括怎么觉着 包括观心 还是观念头 还是观呼吸 都是人憋出来的 但是你要了解第一点 你这条路上你在走的时候 你才有最终极目标 就像上喜马拉雅山 你到底这么吃苦吃力 是为了个啥 是不是 你的目标是再到 顶峰去 如果你不了解第一点 你是不知道 你最终的终极目标 成佛是什么 我刚才说的就是成佛 自在 爱举足的一切 不受伤害啊 你说我不求那个老师 我无所谓了 我都这个年纪了 爱不爱不 跟我没关系 我只想 下辈子能往事到极乐世界 或者我这一世 活得就自在一点 没问题啊 这个举手指了 轻而易举的 那个不能解决 这个更容易吧 是吧 终极的都解决了 底下都比较更容易 是吧 我说了生死 没问题啊 我说告诉你 你生了吗 你从哪生的 世界空间是个幻境 你生了吗 如果有一天 你了知佛说的这一句 从我正正正的 六根解结了 你知道哦 六根解结了 六根合一了 哪有你 是吧 那么好 你的心里边 所有的往下停下来 没有六根 没有六嘛 你是一嘛 入入不动的 你知道无生的 你就会看万法 毕竟空 你就会知道万法本无生的境界 没有生 你怎么可能有死啊 这不是了生死吗 然后把这个状态 人历给起了 那个名字叫大涅牌 生命了了吗 无生法忍啊 这无生法忍啊 这都是概念 但说说这些 这些不白说的 说说说 有一天你在修圆通的时候 你自己知道那个漏怎么走 就是六根元通 你就空心啊 六根互余啊 合一啊 然后这么空心啊 然后伸透去走法律 我跟无所不能啊 然后所有的理论上那些经典 就不用说了 又不用说了 大家不用交流了 是吧 见了面 你在哪呢 广州的你在哪呢 出海的 你吃了没吃了 又回头 听错了 所以佛跟佛了天就是这样 你身体好吗 好 你身体好吗 差不多 哈哈 还有什么了 所以 在这修学 在这如果在这个道朝 以元通作为起点 不是修定理哦 不是修情境哦 一根元通 元通 能也大地根元通 不是来修定理的 你们不是来这修定理 不是求法门的 了之地一地 修二根元通 就这么简单 从新的无分别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持戒就持戒 需要闭关就闭关 需要出来就出来 需要 需要利益众生就利益众生 一切为了元通 准备 就是这样 没有别人 就比法门少一点 可以 如果大家能处其他根元通 哪个根都可以 即便 因为你们都是在 很多人都是在来的嘛 你们都很厉害 是吧 都是在来的就可以出眼根 出一身身 都可以 可以出神修回来 然后修元通更快 就是你的一身身啊 出去 通过一身身在 每一个维度成道 这个法身成就 心是一个嘛 你不管哪个化身 心是一个嘛 可以称法身佛 然后回来修报身 六个月通是报身成就 这样最快的 但是你首先都保证 你的一身身出去能回来 而且你的一身身出去 不会迷失在其他时空里面 不会玩的不理你了 而且也不要 就像切乖你了 他出去了 那个肉身被老虎吃掉 保证这个肉身有护齿的 然后呢 你出去不要被切磨抓住你 你回不来 丢花了 然后还有你的意思 然后这都是在地 见地上 而且如果你出不去 而且你不知道你是丢花了 还是出神了 你连这个都判定不起 你还是别修那个法门 老老实实修耳根 反正我们六个节 身体就是 眼根耳根鼻根蛇根生根 就这六个地方嘛 六个兄弟嘛 耳根 会根最好 根气最好 就从他开始 这个根解脱了 其他根跟着圆满 六个圆满啊 互用啊 跟从脱落 不止开悟正道 然后法力无边 无所不能测万法 也可以自立立他 可以把你生生世世世的父母亲人倦属 可以把你生生世世的父母亲人倦属 可以把予像阿弥陀佛一样 建立一个极乐世界 不可以啊 杨老师啊 我问你 如果那个家公 他实际上是耳龙很厉害 什么都听不到 他基本就不能分辨声音 那是什么 他越来越执着 他心 这个龙人也可以听 但是心知道动静嘛 心 听音是心听到的嘛 耳边我什么也听不到 是不是他心里知道 我听不到 所有的都归于一心嘛 动静 我现在只在静音啊 只是静啊 我心知道 看着你说话 我知道这是你谁说话 听不见你说话 但我不知道 那叫动 因为去除 从耳根约克先是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啊 通道里面不分别 没有动相的静相啊 他不是说 你可以听这个不听那个 他不从每一个声音 不出差别上修啊 他只从动静两个相修啊 动静二相不生的话 你就开始了嘛 开始你是听相不分别 动静二相 不是不生的境界 你只是不分别 我们我们闭着眼 在山谷里 一个人也没有 那不是静相 但是你心里知道有个动啊 你见了一个静 你就有个动向了 但是你心不分别 听久了 就通过闻听啊 通过声音的各种闻听啊 不断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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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通脑里面 把动静二相撇掉 就没有了 如果动静二相没有了 那声音 那就不属于修耳根了嘛 因为你看 关西尔普在修道后 他说绝与所绝空 他已经不是说闻听的范畴了 因为没有耳根拿什么闻啊 对声音你是绝 绝诗 但是那个还没有圆满嘛 没破经 这个将来讲能源经一起走 嗯 因为能源经是个整体的 你需要从前边停 停下来一直听到这个滑门 一直听过 就像一条河这样子流过来 它是缓缓相扣的 就是你听完了 你就知道这个系统是怎么正的 心是不老的 不分年龄的 所以沙大哥不要说 我年龄大了 我要不要听 我能不能正得了 没问题 心出来不老 心没有年龄 你知道吧 那是不是我在生活工作中 如果说的话 就是 我不太 不知道理解怎么说的话 就是别人说什么 声音 说 对我在那里 评判不评判 或者说的话 是不是我就 屏蔽一下 不去分别 不动 是的 所以没办法上班 上班都做 有一段时间 你需要闭关 就是 有时候刚开始休息的时候 是很刻板的 因为你不能行好 只用嘛 你不能 别工作 别休息 别提问题 所以如果实证的话 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第一是有一段时间 你 你没办法 因为打扰你的东西很多 别人一说话 你就很 这个圆通不了 就很难修 就是避开打扰你的人 刚开始需要一个亲近的地方 到场什么 还有就是 有一段时间 你听不懂别人说啥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话 �х哭哭哭哭过去了 哀哭哭哭哭哭哭 你反应不过来 她说了十遍你才反应过 她说啥你留不住 知道吧 因为心不分别 所以飲游不住 所以她说啥 你说傻 她又说You only might say 你怎么也听不懂 你知道吗 没有 Et 但是有的人可能两三个月就在这个过程 如果有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月就在这个过程里 它不断地一直到圆满 有一个过程 所以在实修这块 还有人如果鼻子有毛病 眼睛有毛病 牙齿有毛病 在耳根圆痛的时候 六根同时动 它有些小臂会出来 眼睛好像以前还有点病 现在好像加重了等等 很多因为它要排啊 它要解开这个 它要把气脉疏痛 还有翘要打开 然后气脉要舒窄 所以在这个过程 很多小毛病会出来 喉咙会痛啊 鼻腔有鼻眼的人会犯啊 眼睛会活啊 或者是各种小毛病 这个时候 但是你要分清楚 是你真的感冒了 还是你耳根快点痛得过 这个时候 上司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一个上司是过来 就知道你就是那样子 你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向导的作用 有正量的人 他走过来 他就会知道 或者是他有他自己 但是他能看到你的也行 能帮到你就行 所以实修的时候 为什么经常会 一谈到实证啊 如果你有一神 从这个初神 你的意念在空中修 那这个呢 需要你的上司 那也可以出去 可以进入你的维度 那对上司的要求更高 可以护持你三戒 他不是护持你一戒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世界 如果修 如果你的六个初点 这个上司最起码抖一旋啊 如果不动一 他怎么知道 你那个病史是怎么了 所以做向导不好 做老师学很多东西 或者你没办法带弟子 你以为坐在那儿 就是头上倒个官房 是说 我是老师 我是老师 不是的 你的解决弟子的修正问题 当然弟子失恋啊 或者家里边 今天吃饭吃不好 或者是抱怨几声 那个你就到耳边会过去了 但真正开始失修的时候 弟子每个问题都要关注到 一旦他说 我就是跟着你修 跟着你修 因为你开始讲实证了嘛 你开始 一步一步一步 往前走的时候 每个弟子的状态 但是你说 我暂时还不修 我没准备好也可以啊 等等 但是 那就是你这个下岛 带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了 那六个要解结啊 你知道你这个根 如果你三十岁 你四十岁 你七八十岁 你形成那个结 你知道塞得多厉害吗 那个结有多死吗 你要解开很多执着的 一个是从心性上 不断地放下 另外你就修残地 然后不断地修无分别 在坐地上修 然后但是你在坐地上 你心要分别 你怎么能够进入那种 无分别状态 能动静而想 了然不散 你只有在不停地开始 不停地开始 让他了结第一地 然后在坐地上 不停地告诉他 怎么办吧 出于闻的状态 是什么状态 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现在你在闻 但是你的意念 可能不在任何一个地方 因为你的心在任何处 先不要外边了 不要里边了 就在六根上折腾啊 因为修实症的时候 你只有六根 好 就在这 只有音流 跟你闻听 闻听跟音流啊 我们会有音乐配啊 或者是有静音啊 当你学会这个方法 你在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修了 然后要坚持 坚持 那样就有功课了 你要每天做多久 你要修够多久 是吧 然后第一 你要不断地讲 否则你就修偏了 你做做做都不知道 我修啥呢 我修啥呢 这到底是个啥样呢 好像很辛苦啊 好像我眼睛也不行了 如果修士 还有一些 有英国的这个 坑坑坑 当然说 你不修也是那样 有的修士 很多很多国 有英国 你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那个英国开始成熟 有一个阿姨 他到五十岁的时候 我知道 他有一只眼睛 可能会 会瞎掉 他如果不修行 他就不认为 是修行的原因 知道吧 他瞎了 他觉得突然一只眼睛很疼 然后就去医院检查 什么情况 也给定了一只 然后就瞎掉了 但是如果他修行了 他就觉得 是这个老师的问题 我修行了 我眼睛瞎了 你知道吗 但是老师是知道啊 要不要教你 因为中间 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中 你正好修 耳根源头的时候 你眼睛出问题了 然后这个老师 又没帮你解决了 你是不是说是 是修行的原因 然后修耳根源头的原因 然后呢 你这个老师的问题 你没知道 但是如果他 其实他不修行 他照样会得那个病 他也许更快 而且更苦 得了以后更苦 但如果他修学了 即使他一只眼瞎了 他也可能有一天 有天眼 有慧眼 有法眼 去自在地活着 至于释迦牟尼佛 当年讲法的时候 有个弟子叫什么 那个瞎了眼的 弟子不是每天 有一个弟子 大弟子每天睡觉嘛 佛一讲法 他就睡着了 佛一讲法 他就睡着了 佛在上面讲法 他在底下打瞌睡 然后佛就 说了他一句嘛 反正佛厉害嘛 说一句弟子 受不起吧 佛下去说 你就爱睡觉 你这样睡下去 就像那海 你会变成海底下那种 就是那贝壳啊 就是那个海里边 那个贝壳 就是叫什么 蹦啊 就是那种 你就那样 你跟那个一样 你就这么睡觉 你睡得就 每天睡在海底下不动啊 啥也听不到啊 就是海里边那种蹦啊 或者我叫不来 那海底下叫什么 涅金 然后这个弟子就很羞愧 就哎呀 难受的 因为佛说 这好像 其实这也不算批评了 就是比喻了一下嘛 但是弟子就觉得 佛轻易不这样说法了嘛 就觉得哎呀 佛正对我说了 说我 说你怎么 老师我一讲法 你就睡觉 他就七天七夜没睡 他就这一口气 我不睡 我就不信 我不睡会死啊 然后他就 七天七夜没睡 没睡 然后把眼睛熬香了嘛 两个眼睛缺小了 这是佛的弟子 佛慈悲啊 佛也在七天七夜里边 我们肯定看经典的会想 那佛第二天不会告诉他 不用这样熬吗 佛就没说 经典也没记 我也不知道佛为啥没说 不知道他会瞎吗 佛就没说 你看 然后我就乱拆啊 是不是弟子夜报啊 是不是弟子 拆了半天就配 不能拆 然后就不敢拆 没拆 然后呢 反正是弟子也就瞎了 雅智也却瞎了 然后佛教他 用心看 那个弟子后来 贴也 很厉害啊 哪个弟子 我忘了 你们 阿拉利 阿拉利啊 那好 很大的大弟子 阿拉利用心看 因为天也会也 法也佛也 人家不要肉眼了 是吧 人家挺厉害啊 挺好啊 人家最主要是 他在眼睛瞎的时候 他没有骂佛 所以注意啊 他没有说 确实你刚才说了我一句 我气得 我亲亲没睡 你看眼睛瞎了吗 我看你怎么教我 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了 我经也不能读了 是吧 我说 欲心看 别人家欲心看见了 人家说 看三千大千世界 如看早中之果 人家自己说的 我们现在都是 两只眼睛挺亮的 啥也没看见 是吧 我们还挺羡慕的 哎呀 如果佛陀在世 我们在他底下 血下了也愿意 人家马上就天眼开了 其实我们末法呗 末法也不错 我们还是末法 受了末法 连末法也没了 是吧 因为佛陀就分身份末法 我们好歹在末法 是吧 你知道 你看那个经典里面 经常有佛讲经的时候 有很多大弟子 给末法时代 众生问法的 那也就有好几个说 未来到末法时期 众生看不到佛陀 那个时候 众生这些疑惑 怎么解啊 佛陀 你到时候你涅槃了 你不管了吗 那还是你 因为你涅槃了 你走了 他看不见你的形象吗 他叫末法时期 还是他的一代识教啊 但是众生看不见你的像吗 因为你的肉体不在了吗 那你要是些承受坏 不流行注释 那众生看不见了 那末法时期的注释怎么学啊 然后佛就说 怎么学怎么学就讲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哇我是末法 这是佛跟我说的 看到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想到 然后说 阿南谢谢 哎呀 开考了 你帮我问道 因为我是末法 说阿南谢谢 每个大弟子 谢谢 先谢谢一圈 然后先赶了一圈 然后再看佛说什么 因为那是个末法弟子 然后想想 哎呀 现在末法呀挺好的 人家还问我末法 还有人给我问了问题了 一不小心在暗节期 连末法也没了 是吧 杀一看 就是佛法和珍贵 世家母女的这就是太珍贵了 所以希望她能够长流世界 住在人间啊 不要在人道 就是啊 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大家要觉得 哎呀 要又有机器 要又很兴奋 因为佛法的未来 我们可能都是传道去 因为也有可能有一天 佛法从我们的手里边流失 因为你是个成道者 人家一看 修道就这样子 然后不学 所以尤其没了 是吧 所以每一个 既然一旦我们说 我们在修正佛法 我们就要 当然重生着象的时候 我们做样子给看 重生不着象的时候 我们无违法给看 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样子 佛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不能丢 然后利益众生的心不能丢 慈悲心不能丢 然后众生从执着 执着就是苦海啊 因为分别执着就是苦海 破除重生的执着分别不能 这个意念要有啊 虽然我们做不到什么 但是要从小 梳理这种远大的理想 梳理起来 这一天你会死的 你会是一个战士 知道吗 从一开始 我们就游游游游游游 拐它呢 拐它呢 自己修吧 拐它呢 我都没修习 我还拐它呢 我又拐不了那么多 不可以不对啊 佛说不应该那样成长 你应该卓卓成长 就是佛的出离心啊 慈悲心啊 那些来成长 虽然那些东西 其实不是个概念 记真如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